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手巾集锦节目 今天呢我们继续欣赏 利的手巾在死活变化中的应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简单的 利用利的手段做眼的例子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黑棋只有一只眼 要想做第二只眼 明显的要要吃掉白棋某一个部分 否则的话黑棋不可能活棋 局部呢黑棋要想办法利用这两个死子 做点文章 但是直接去走是不行的 如果黑棋紧弃 白棋叫吃 黑棋再打吃 白棋把它提掉 这样什么棋也没有 黑棋呢直接在这里挡也没有用处 白棋把这个接住 这里边的对杀 白棋三棋黑棋两棋 黑棋总做不出文章的 所以黑棋不能简单的 帮着白棋把左边的断点和右边的断点 都不好 黑棋一定要想办法 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两个死子 第一步 黑棋要在这里跳 这步棋是妙手 黑棋跳了之后 白棋不能冲 因为白棋冲 黑棋一挖之后 同时紧了左右白棋各一口气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这边 这两个子就把白棋吃掉 白棋如果紧这个 黑棋这个子冲着一个等于送死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也不能接在外面 接在外面 黑棋一路一搬 绝妙 居然把这两个白棋就给吃掉了 你就算打吃 它就接住 下面白棋如果弯的时候 黑棋可以接在这 白棋这里不入气 这样的白棋死掉了 所以这个一路上跳 这个是很巧妙的一步棋 白棋如果为房地一路搬 在这里吃两个子 黑棋一断 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黑棋要利用立的妙手 现在黑棋在这里一路立之后 让这个跳恰到好处的发挥了威力 白棋不能在这里走了 也就是说黑棋在一路跳之后 同时隐藏着这里断 或者在这里出棋两种手法 所以在跳的时候 必然就是看到了 这个后边里有这个断的 利的手筋 这个棋呢 就是黑棋利用利的这个局部 这个一路上 特点 使这个白棋这个子啊 在这里不入气 黑棋巧妙的做出了第二支眼卫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立的手筋 在比较简单的死活变化中的应用 棋盘上轮到黑棋走 黑棋应该怎么活脚 黑棋这个时候 如果反家的话 这个棋 白棋可以度过打持 黑棋这个时候呢 要想做成静活 是很困难 假如黑棋从这里立 白棋顶过去 黑棋挡住 白棋或者提或者接都可以 黑棋即使有这个斑 有这个虎和这个党的交换 眼位还是不够 这里做不活 所以白棋度过的时候 黑棋必须要打持 这样呢 局部将形成打结活 白棋也要提解 白棋如果接在这 被黑棋一打 黑棋变成了静活 这个白棋作战失败 但是白棋只要 黑棋打持 白棋老实提这个结 下边黑棋立这个的时候 白棋可以搬这个 还是利用这个结 跟黑棋进行对杀 这样呢 局部黑棋是打结活 没办法做成静活 这个是黑棋作战失败 实战中黑棋不能退让 要利 这个利的手段 之所以成利 是因为白棋 在前面 这个打持交换掉了 如果这个打持不交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很普通的双飞燕定时变化 白棋加的时候 由于这个白棋没有打持 黑棋不能立 黑棋一立的时候 白棋往前一顶 这里要叫吃 这里要度过 黑棋毫无反抗能力 这也就是经常说的 为什么 这个在走这个双飞燕定时的时候 白棋不能轻易的就把这一吃 把它打掉 就是因为一打持 黑棋接上之后 你再加黑棋这个利的手筋 就发挥作用 这个可能有的朋友说 这有什么区别 白棋往前一顶 这要断 这要度过 和刚才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 刚才没这个交换的时候 一顶是非沾不可 不沾是先手叫吃 现在你是后手断进去 黑棋就有妙手可下 黑棋可以在这里加 尽管黑棋这个不成利 被你挡 黑棋唬这个时候 你再断 这个黑棋要死掉 黑棋利也不成利 利被你断进去 很明显的 这个两个被你吃了 问题是黑棋 这有一个加的手筋 这个加就和这个利 构成了巧妙的一对手筋组合 白棋不能搬这个 一般的话被黑棋断掉 你接这个黑棋在里边做活 这两个子死掉了 当然就活棋了 白棋跑这个也没有用 黑棋可以挡下去 在此之后 白棋如果从这里叫吃 黑棋可以在这里立 始终紧住白棋的气 不让它从这里断进去 白棋如果在这里打 黑棋可以在这里立 白棋在这里还是断不进去 所以一旦这个地方 白棋打吃掉了 在加的时候 黑棋立以后 就可以渡过难关 成功的在脚里做活 在众多围棋死活的变化中 有一种死活变化的类型 叫做长生结 这个长生结 就是双方僵持不下 你也吃不了我 我也吃不了你 循环往复 如果双方都不肯退让 最后全局就将巧成合起 据说下出长生结的概率 非常之低 最多只有万分之几的可能性 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旗谱上 有一些关于长生结的记载 说明我们的老祖宗 早就注意到了这种奇特的妙手现象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长生结的例子 这些长生结的例子很有趣 倒都是和利的手金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这个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局部是个什么棋形 有棋吗 这个黑棋如果单从外边紧气 是杀不了白棋 如果黑棋紧在外面 白棋接住 很明显 这只是铁眼 活掉了 黑棋如果在这里紧气 白棋就小尖 或者团这个 都可以做成活棋 所以黑棋要先去破他的眼位 从里边紧气 白棋只好接住 这个没什么好看的 下一步棋 黑棋在这里立是不行的 因为白棋是一虎 白棋做出了一只眼 这个地方 白棋叫吃 可以把它吃到 黑棋这里永远不入气 所以立这个是错误的下法 黑棋从外面紧气也不行 紧气白棋这一做眼 简单就活了 所以黑棋一定要在这里立 这个立了之后 产生出了奇妙的变化 白棋现在不能听上 他再做一只眼 这个 即使你走在这里的话 就说人家不叫吃也不行 人家就做这只眼 也是眼吃 走这个的话 黑棋也是做眼 还是眼吃 所以无论如何 白棋不能让他做眼杀 这个总是要搬 好多看起来 初看起来好像这地方 是双活 但是很有趣 这个不是双活 这个是长生节 黑棋现在不能自己做刀半舞 自己做刀半舞 白棋提掉 这个是活起了 你在点眼的时候 白棋有机会做这个眼 所以不能直接去做刀半舞 黑棋 铺这个是必须要的 当然不能铺这个 铺这个白棋一提 等于给人家送活了 这只成眼了 只能铺在这 这个时候白棋要注意 白棋要能知道 有一种叫长生节的活起办法 这还有救 假如不懂 老老实实地提一个 好了 这回静死了 被黑棋在这里一团 这个也铺到了 这个也团进去了 这就变成了刀半舞之行 黑白棋静死 那黑棋铺的时候 白棋应该走什么呢 很妙的就是长生节的特点出现了 白棋要铺这个 你不是想在这里 做刀半舞 杀我吗 我不让你做刀半舞 我先把你这个铺进去 要点站了 假如黑棋提这个 白棋提这四个 这四个一提起来 直四 直接就活了 这个黑棋不行 所以黑棋不能 不理 不理被他一提就活了 黑棋唯一的出路 只能提这个 反过来 叫吃白棋 白棋怎么办呢 也没人说 白棋只好再提这两个 这样呢 双方又回到了初始的棋形 等于黑棋刚才是这样的 一挤一走一立 白棋一搬 黑棋要想吃棋 还是得扑这个 白棋要想活棋 还是得扑这个 黑棋提掉白棋两子 白棋没有办法 要想宽棋 也只能提这个 又一个循环 如果黑棋再走 这个白棋就再扑进去 这样循环不已 局部就变成了长生节 假如双方在局部都不肯退让 那么这盘棋 就应该作为何棋 或者无胜负处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长生节的变化 请看棋盘 现在呢 轮到黑棋走 我们看看 在这个角 怎么出现奇妙的 长生节变化 黑棋先往里顶 要断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破眼进攻 下一步棋 黑棋在这里一粒 这黑棋有眼 白棋没眼 马上就变成眼吃了 所以白棋 无论如何 不能在这里 或者这一带紧气 无论走这个 还是走这个 黑棋都是一粒 下边你再冲 什么之类都没用了 这都要变成眼吃的棋 所以黑棋 再往脚里 二位地方送的时候 白棋无条件的 只能在脚里紧气 黑棋当然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是送死 这个一叫吃 黑棋死掉了 现在扑也来不及 扑的时候 白棋不会提的 白棋紧这个 这个黑棋虽然能尾巴 提掉紫 但是脚活了 所以黑棋 最凶的变化 是在脚上立 这招立 就是形成 长生节的第一步 对于这个立 白棋也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必须破眼进攻 假如你从外边紧气的话 或者坐眼的话 黑棋在这里坐眼 一看这个就是被眼吃的棋形 所以白棋也只能在这里破眼 也不能扑 扑的话 黑棋这个眼做得更快了 白的死得更干净 只能在这里破眼 威胁着说下一步 他要在这里吃 这一吃呢 他就变成一个弯似 这个白棋就活了 黑棋现在不能走这个 如果做刀半五的棋形 这个是错误的 被白棋 在这里一沾 这是第二只眼出来了 这个刀半五白做了 黑棋全死了 所以黑棋要想吃白棋 必须要先走一个次去 把白棋这里的半只眼破掉 在这里扑 对此呢 白棋要小心 白棋现在这是不入棋的 一入棋这全提掉了 走不动 白棋千万不能提 如果你一提 黑棋做刀半五 这个是净杀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求白棋要懂得长生节的变化 怎么办 往里送 趁着你还没有走这个的时候 你做不了刀半五 你现在这是进入点 你如果一做刀半五 按规则就被你拿下去了 你是犯规了 白棋不能走这个 他是因为这边不入棋 走这个他是入棋的 送吃在规则是允许的 黑棋没有办法 黑棋不能看着白棋 把这个提起来 做成弯似活棋 黑棋只好提这个 反过来叫吃白棋 白棋也没有办法 只好再提这个 我们看到 这就又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循环 黑棋还是不能做这个 你做这个 他还是要在这里做活 要想杀棋还是扑这个 于是白棋再往里边扑 黑棋再提 白棋再提 黑棋再扑 白棋再扑 我们看到这里就又是出现了一个长生节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宗做的死活庙中中 关于这种类似长生节的提醒 还有几种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种死活体变化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立的手筋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这个黑棋能不能站在右下角里施展手段 首先黑棋只好从里边往外上 这个棋如果从外面紧气 被白棋这样退回去 这个活得太轻松了 点这个人家就做这个眼 一看就是一边一只眼 怎么都活了 如果从这面紧气 不管你走在这还是走在这 白棋都是理都不理 就把这个退回去 你在往里冲的时候 白棋作眼 又活了 你这个点很意外 也杀不死白棋 白棋扩大眼位 黑棋只好往里破眼 白棋再扩大眼位 黑棋即使走了这个 局部也不过是个双活而已 还是杀不掉白棋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是双方必争的要点 不管黑棋走这边还是走这边 一旦被白棋在这里退过去 白棋就静活了 所以黑棋必须 先送进去一个再想办法杀 这个白棋非断不可 下一步棋是杀棋的妙手 立下去 这个是局部的手筋 假如你去紧气被白棋这一吃 白棋马上就活得干干净净 一定要立 黑棋立了之后 局部就很有趣了 白棋假如在这里紧气 看着好像很稳妥 但是这是错误的下方 正好遭到了黑棋这个扑的妙手打击 白棋如果提这个 黑棋再往里一冲 你如果维护这只眼卫 那这边黑棋一沾 这边就变成了金鸡独立的棋型 白棋两边都不入气了 白棋净死 黑棋扑的时候 白棋从这里打吃也来不及了 因为黑棋可以利用这边的硬腿 从这里搬过了 这一搬过之后 白棋虽然吃掉了两个子 但是整体还是不活 所以说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千万不能走这个 这要遭到这一扑的 这一扑完了以后 你就算吃到这两个 整体不活了 白棋也不能紧这个 这招紧看起来好像是可以 问题是被黑棋这里一拖 白棋又糟糕了 你现在吃两个没有用 黑棋一连回去 你只有一只眼 假如你去吃这个 被黑棋这么一打 黑棋不是打结 这个打结是恶手 单打就可以了 白棋只好提掉 黑棋再紧起 这又变成了金鸡独立 这个棋呢 还是活不了 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呢 黑棋立下去之后啊 白棋 这个不能走 这个不能走 这个当然更不能走 这个但是白棋还有变化 白棋这个时候 对棋置之不理 直接在这紧弃 把那两个弃掉 倒是很有趣的一种下方 对此黑棋假如去吃这两个 白棋一小尖 黑棋叫吃 黑棋虽然能吃掉这两个子 但是白棋脚里活了 他活了一半 这活了一半 白棋也算成功啊 这还不是双方最强的攻击变化 白棋走这个在脚里抵抗的时候 黑棋要想办法全杀他才对 黑棋要在这里拖 不能去吃他这两个子 吃他这两个子 他顺便一紧弃 他就救出去了 但是这样一来呢 白棋也有了抵抗余地 什么抵抗余地呢 他可以在这里扑 黑棋如果接住 白棋再叫吃 这总是一个结了 黑棋如果吃两个白棋一提 白棋又活了 所以这里边做成打结的变化 才是黑棋一般一例之后 双方的正结 在脚步的对杀中呢 这个利用杀大头鬼的办法 这个吃对方的子 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情况 但是在有些时候 却不能这个去利用一般的做大头鬼的办法去杀对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特殊的例子 就是不能按照杀一般大头鬼的办法去进行对杀的例子 请看棋盘 现在呢 轮到黑棋走 这个黑棋的面对的问题呢 肯定是咱们想法在右下角里活棋 或者反过来说呢 就是要吃掉白棋某几个子 自己是连不上的 锦棋的办法呢 说实话不是太多 假如在这里锦棋是拙劣的下法 白棋一沾 一二三四 白棋四口气 这个地方只有一二三 简单的就给送死了 走这个也不行 白棋叫吃 黑棋接住 白棋往后一紧气 这个对杀也是白棋快一气取胜 搬这边也没有用 白棋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往这边还是紧气 这个地方黑棋气还是不够 点进来的话 白棋可以团在这 白棋当然不会挡这个 挡这被你一气吃了 问题是白棋挡在这之后 这个棋你接上 白棋再从后面紧气 这个棋杀这个棋 还是黑棋产一气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呢 黑棋可以选择的手段 并不是很多 必须要紧紧的掐住 脚里白棋的气口 不能让白棋随便宽气 第一招是要送进去 看白棋怎么走 这个白棋当然不能接 这个接完了被一气吃了 当然白棋也不会走这个 走这个被你这么一气吃了 白棋必然要去吃掉这个子 白棋假如从这里吃的话 黑棋这里立是妙手 这一个立下去之后 这里产生了不入气 白棋的气也没了 所以白棋这个吃是简单的错误 最强的抵抗手段在哪呢 在这 他必须打在这里 才有可能跟黑棋一战 黑棋这个时候必须要立 这个立是手筋 只有多送一个 才有可能和白棋对杀 否则不管你走在外边 走在哪被白棋这一提 这个没法杀气了 白棋活了 立 看着好像是做成了通常的大头鬼的样子 但是要注意 这和通常的大头鬼不一样 白棋只有打吃 这是很正常的下法 黑棋从这里打吃 也非常重要 这个棋不能从这里打吃 从这里打吃被白棋提掉 你在去紧气的时候 白棋从这边紧气了 你这边永远不入气了 你在接的时候 白棋从外边紧气 脚里变成了眼杀 这个棋 黑棋失败的太业余了 所以呢 这两个子 白棋叫吃的时候 黑棋一定要去叫吃 从这儿叫吃 白棋只好提 现在要注意了 通常杀大头鬼的办法 黑棋是在这里铺 白棋提掉 只有提啊 黑棋在粘 这个是通常杀大头鬼的办法 下一步白棋不能在这儿粘 白棋粘 黑棋就吃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种下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下成这样 在这里粘的话 白棋从这里逃回去 黑棋就算你搬一下 白棋断掉 黑棋叫吃的时候 白棋把这个提掉 我们看到黑棋虽然吃到了这三个子 但是这三个子不是有效的眼味啊 你提这个的时候 是个打三还一 白棋再提回来 这个黑棋整体不活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黑棋用通常的吃大头鬼的办法 去吃白棋是错误的 一定要另想办法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黑棋千万不能去扑 一扑就已经上当了 为什么 你一扑它一提 你已经没救了 你接着给它度过 你如果在这紧气的话 白棋可以从外头紧气 这个地方你永远入不了气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扑这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要单接 单接才是死中求活的妙手 这样呢 争取把这三个连这两个 一块结下来 黑棋才能活棋 黑棋站在这的时候 白棋不能在里边去补棋 这个被黑棋挡压 两边 这个白棋都没办法和黑棋对杀了 白棋当然更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一扑 直接就一起吃了 所以白棋唯一的办法 只能把这个救回去 这个时候 黑棋当然不会去扑这个 和它交换 这样一扑 把这个尾巴送回去之后 黑棋又死了 黑棋呢 也不能去吃这个 你吃这个时候 白棋往回一退 你再提这三个的时候 白棋 它可以把这个连回去 你还是不活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注意 行对杀中的次序 不能忙着去知对方 白棋在一路度过的时候 黑棋一定要坚持 在这里再多送一个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 白棋现在还是不能在这儿沾 也不能在这儿走 都是自杀的招 只能去老老实实吃这个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不要扑 始终不扑这个 坚持从后面叫吃 才是生存之道 对此呢 白棋这个不能走 全提起来了 这个也不能走 也被全提起来了 只能走这个 于是黑棋现在再提三个子 这样黑棋吃掉这三个子 同时使这两个子变成了 结不归 黑棋巧妙的做成了活棋 今天的节目呢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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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